11月20號是世界兒童權利日 社團法人花蓮縣兒童及家庭關懷協會 特別舉辦了父母同框合作 一同守護兒童權利倡議活動 希望可以提升民眾重視父母離異的兒童 他們的兒少最佳利益 在11月20日世界兒童權利日前季 社團法人花蓮縣兒童及家庭關懷協會 12月下午在花蓮遠東百貨辦理父母同框合作 一同守護兒童權利倡議活動 期盼提升民眾對兒少最佳利益 不與雙親分離原則及會面交往權保障有更深層認識 今年呢 今年在這邊呢 一樣是共親子的議題 但是比較不太一樣的 就像我們剛才榮譽理事長講的 非常注重我們少的最佳權益 然後在共親子的裡面呢 其實有講到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不保持不與雙親 不與雙親分離的原則 不管怎樣 爸爸跟媽媽的愛 對孩子而言都是很需要的 所以呢他們呢 會面交往 看孩子的權益我們一定要去保障 每一個父母在簽字禮婚辦好登記 以及之前他都必須做好相當的準備 相當的準備 而這也是希望我們的社會能夠核心 離婚不是一件進步的人士 離婚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依舊要對我們愛的結晶 提醒來共同照同場 現場有父母同框合作 特大寶貝熊等場景 供親子合影 還有兒童繪圖以及社福宣導攤位等 並設計闖關活動 搭配吉安國小音樂演奏 透過精彩演出 展現孩子的天真與熱情 也一同推廣禮異 不擔心爸媽愛還在 重視兒少最佳利益 記者長幫彥虹臨時報導